为了赔利族人成为研究计划的主要执行者 以利未来族人自主返回族社寻根时可以掌握当代科技 对于主居地进行各系统系的记录和理解 而这个年度呢族社调查工作调整的执行方式 先透过办理系列的培训课程 教授族人学员有关GPS定位 还有地图判释、影像记录及资料处理 5月2号、3号两天一地到瓦拉米步道 4.5公里处的嘉兴山区来进行实地演练 一大清早一群年轻人背着简单的行囊 在南安登山口集合准备前往旧部落以及嘉兴住在所等地 实地走访掌握新科技进行旧这记录的工作 华林新文化局委托中央研究院执行系列旧社调查培训课程 5月2、3号一地实地来演练 那这种GPS其实在我们在山上其实常会用到 那我们也有准备了一个这附近的周遭的地图 然后我们在上面做了很多点当作我们导航的点 所以大家等一下学员我们就会练习 所以走到这边有一个已构集中处 然后用GPS在这边导航 然后我们练习系统性调查 从这个比较南边往北边走下来 然后沿路中就大家练习记录一下椅子 然后主要是熟悉这些器材 然后还有熟悉这种不同的图 为了培立族人成为研究计划的主要行动者 一地未来族人自主返回旧社寻根时 能够掌握当代科技 对于祖居地进行更系统性的记录跟理解 本年度的旧社调查工作调整执行方式 先透过办理系列培训课程 教授族人学员有关GPS定位跟地图判释 影像记录以及资料处理 虽然我是在做语言相关的工作 但是语言还是有时候我们去到部落 跟老人家相处 还是他们会聊到这一块 就是他们以前的旧部落 或者是他们生活的过程 所以我就想说有这样课程 然后就还可以学习 而且又自己着西相达 国小的时候有上来 所以想说很久没有来 那就一起来学习 接着参加工作坊的学员 将会前往流域北岸的阿桑莱娅旧社 将工作坊学习的技术实际操作 记录阿桑莱娅旧社现状 更让学员未来也能够运用在自己 要记录自己的老家 记者高双双 卓西采访报道